歡迎收看 媽媽好生 對 媽媽 我不要 媽媽 我不要 我就整個爆炸 又不是我叫她衝入大聲的 然後 你有本事生那麼多 你就不要喊累 我真的是秒爆炸 媽媽 妳把自己搞得很急 霧面能量 已經算是霧面 就會有一些狀況會發生 假裝線總大 妳頭往前不要怨 妳的壓力鍋已經在那個邊緣 準備要 火燈爆發 真的 追求完美壓力大 誰會引爆臨界點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生媽媽 分享情緒爆炸的失控行徑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壓垮媽媽的最後一根稻草 精采內容早上開始 怎麼了 怎麼了 科技拉出來了 我們是要聊泰山這個隊 不是 不是嗎 今天我們要講 聊媽媽的壓力 妳在家抒壓都這樣嗎 不會 我在家很濃弱 妳是不是根本不敢跟你老公 發出來了 你幹嘛我休息室的牙齒來講 對 我不敢跟我老公發不要說 我只好哭 真的喔 哭也是一種壓力的 對啦 哭也是一種抒壓的方法 對 因為我記得我小孩小的時候 那時候我老婆有一點點產後憂鬱 我們這一輩子只有那麼一次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傷心 就是她壓力大到 別難過 就是這個動作 她說你放開我 對 她說你放開我 是什麼 那一次就是你知道 你們都經歷過啊 產後憂鬱 小到小的時候 而且我跟你講我們帶小孩 然後苦到爆炸 然後老公就回來 然後就隨便說 別難過 為什麼就是 殺老公 對 都是你害的啊 對 類似這種感覺 真的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就覺得說 其實真的 尤其現代的媽媽 因為支援系統比較少 那個壓力大到甚至會 就是會產後憂鬱之外 甚至那個憂鬱情緒 會持續非常的久 對 然後會做出一些 不理性的行為 一言不好的就生小孩 對 一種紓壓的過程 對 一種紓壓的過程 然後老公就說 不要心情不好 床都床床還等馬 然後就幫她 不是 是真的有時候 在待小孩的過程中 真的很多壓力會 徹底爆表 哪些爆點 然後我們該該怎麼樣 去解決她 我覺得她的爆點面 妳說誰 她 妳說楊小姐 對 楊小姐輸腰 然後放在臉書上面 不是有人要來罵她 很精采 對 很精采 不要再討論 我書上寫很多很精采的 對 其實我爆點就是我的個性極 就亂罵人 沒有亂罵 對 妳自信容易就是 一瞬間秒斷 可是妳對小孩會這樣嗎 也是秒斷啊 所以我可以上一秒還好好講話 但是下一秒馬上就 對 就是這個要改進 可是我沒有辦法 我個性就很極 因為我以前也是當記者的 對 那只要一人一受訪 那個就是妳也知道 講一些廢話 我們馬上就 這個姿勢超級變形的 就是妳都已經 就不賣 就是這樣趕時間 趕新聞這樣 所以我的小孩子 他如果有延遲到我任何的行程 或是我規劃好的事情的話 我就會受不了 有一次我們是要出國 然後我跟我妹妹借了一個 名牌的旅行箱 然後呢就是我們叫的那個 計程車也已經到樓下了 壓力好大 對 然後旅行箱什麼都弄好了 要出門的前一刻 我的那個兒子說 媽媽 我的皮卡丘呢 我說皮卡丘在行李箱裡 然後我就只不過 一個幕府回轉一下 拿一下那個太陽眼鏡戴起來 我就看到我兒子 已經在那個行李箱前 好激直喔 然後我說妳在幹嘛 他說 我要開啊 我要拿我的皮卡丘啊 然後我說 我說這個有鎖的 妳會開嗎 然後他就說 我就開 我撥撥看啊 然後我就撥原來的那個密碼 果然 妳就打不開了 因為其實 它可能拉到什麼東西 對 因為它那個行李箱 其實妳是要撥一撥以後 還要按一個東西 它才會就是reset 但它想必一定是撥來撥去 對 它又按了一個東西這樣 我說 我說妳只有撥嗎 妳沒有亂按嗎 然後他就說 沒有沒有 我就只有撥 然後我說 妳一定有按 妳一定有按 它才會reset啊 我真的很 秒斷 真的 我覺得當妳的小孩 上輩子應該 壓力很 對 有燒了什麼好聲 機場 機場接送的計程車 會等我們嗎 不會 對不對 對 缺硬的飯店也不會等我們 不會 然後妳就可以想像到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行李 要拖去那個 拖運的時候 它一兩個超重了 空姐請妳馬上開開來 對 妳開不開 不過妳小孩其實搞不好遺傳妳啊 為什麼 如果我今天坐在這邊 她就說 因為我個性就很急啊 我就是現在 遺傳我媽媽 對 我媽以前是記者 她就是每件事情 就很不耐煩 所以我也是遺傳她 我就很想立刻 就要把我那種皮卡丘拿出來 對啊 妳講得好好耶 妳看如果我不拿出來的話 車會等我們嗎 飛機會等我嗎 那妳也會等我們嗎 不會啊 我真的一路都沒有皮卡丘 不要皮卡丘 妳是不在呀 醫生妳這一段話 我會覺得這樣 不會放到新聞裡 不會 不過這真的是 對啦 會真的壓力很大 尤其帶小孩出去玩的時候 還有時間 對 那個真的是 不過這個是比較那個 個性會爆表的媽媽 另外一個媽媽應該會好一點 香海 我也是爆 你也是爆 我上個月帶我小朋友去美國 然後就是 美國你知道那個馬桶 都是電那個紙電對不對 然後衝著就 很大聲 都是自動的 然後我們就在回台灣那一天 我以前在美國的候機室 我徹底被那個 衝給馬桶的衝撞 因為要上飛機的之前 我想說飛機廁所很小 我就帶他去那個親子廁所 比較大 然後一進去 那個馬桶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開始一直 他一坐上去就開始 哇 就這樣 哇啦 就 哇 他就尖叫 然後就好像被吸走了 對啊 他沒有吸走了 我覺得真的很大聲 對 對 然後我就安慰他 他說沒關係 他這是馬桶的工作呀 他這工作就是沖水嘛 然後就 自以為用一個方法 然後後來就登機了 登機上去 他坐在位置上去跟我說 媽媽我決定了 今天就不要尿尿尿 美國 他就想說 13個小時 你怎麼可能憋尿 對啊 然後我就中間就一直跟他 我還說 要不要上廁所 不要 我都不要尿尿 我到回家前都不要尿尿 然後一直到大家都睡覺關燈 我想說不行 他萬一睡著 跟我尿出來怎麼辦 然後我就 好說歹說帶他去廁所 一進廁所 哇 飛機上廁所 飛機上廁所 那個吸的那個很大聲 也是很大聲 對 這樣下去 然後他就說 媽媽這有沖水嗎 我說沒有 這沒有沖水 這是自己按的 結果一上完他發現要沖水 他就尖叫說 爸爸 我不要 我不要再拿到 我再來拿到 就開始跟我說 尖叫大哭 然後大家都在睡覺 我想說糟糕怎麼辦 大家都被他吵醒了 然後空姐就來敲門了 這樣 到底怎麼事情 然後我想說 我怎麼不能叫空姐 空姐進來幫我沖馬桶吧 然後我就這樣 考慮了三秒鐘 我就一刻打開門 然後把他丟給空姐說 請幫我照顧他一下 然後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就沖馬桶 我只是沖馬桶而已 就不要沖了啦 算了 然後小孩就在外面 大概以為媽媽被馬桶沖掉了 就是 我出來 他就哭倒 整個虛軟在空姐的懷點 然後乘客影響很大 我就整個爆炸 然後還會跟他說 然後就 只好回去壓力太大 然後 然後 然後躺下去之後 完全沒辦法睡著 然後是覺得 胃有那種 胃食道逆流的感覺 可是不喝又沒有辦法放鬆 我也是秒段 不要喝不夠多 妳為什麼 不把小孩帶出來 然後 拜託空姐幫妳沖水 這樣妳只要跟她 一個人道歉就好了 對啊 也是沒有腦子啊 不過這種急性子的媽媽 很在意別人眼光的媽媽 這個爆點通常就是 像這種 看到別人的眼光 或是小孩子 瞄惹 惹怒妳的話 會有哪些錯誤的問題 會發生嗎 其實像 浩如C類的媽媽 通常我們心理學上 叫做 對 因為A型人格的人 他們最重要的特色有兩個 一個剛才講就是 做事很急很快 對 第二個就是他們非常 結果導向 所以他們做事情 一定會講求一個結果 他通常還沒有做之前 就已經想好 我做這件事情 要得到什麼樣的一個成果 但沒有得到的話 他們就想方設法 去把它得到 但是缺點就是 他們經常會 過程不需要美好 我們就要套話 把葉的話套出來 寫好詩文 中間都沒有關係 延伸延伸 記者 對 但是延伸出來的後果就是說 因為別人不知道 其實你們是 刀子口豆腐心 然後就會跟你計較 那其實這樣類型的媽媽就會 那像那一種呢 就是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這個也很辛苦 他很辛苦 然後小孩也很辛苦 因為他的 因為這樣類型的媽媽 會在意別人的眼光 就沒有辦法按照自己 原本想好的育兒方法 去教養小孩 所以在家裡一套 在外面又一套 然後碰到不同人又一套 所以小孩會被他搞得很迷糊 最小孩更辛苦 對 不過今天不管是哪一種 個性的媽媽 因為個性畢竟不能改 對 那可是基本上 對這些媽媽們來講 其實是造成很大的壓力 因為這種事情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故事 對 可能是天天都發生 這對身體會有健康的危害 你把自己搞得很急 對 然後自己身體會處在一種 很不平衡 那這個不平衡就是所謂的 智力神經會失調 你在交感裡面 附加感會不平衡 然後輕者咧 自己暴命血壓高 那常常會 氣到自己什麼 可是如果這樣長期以往咧 我們常說 從 自律神經失調 如果你變成 自體免疫疾病 就會有一些狀況會發生 那這狀況咧 有人在講 脖子什麼 在病床上很多 看到很多媽媽 很多女生 明明假狀腺有問題的 已經做過手術在治療 竟然一樣 哩啪啪一直講話 就是說他沒有從很多行為 去改變之後 他的個性 當然我們都 個性跟疾病 一個因果 他可能有這個病 他可能因為這個疾病 那他的病又發生 所以如果你不能把這些問題 去釐清 去放慢腳步化 你一生當中 就在這個漩渦裡面 你一個人很疾 結果旁邊的人 會看著 反正你都沒疾 你都準備好 就不用擔心 那沒準備好就跟你講 你就自己把自己搞得 像陀螺一樣 越轉咧 自己就越疾越髒 都這樣子 我在門診堂 看到媽媽 就是她頭髮都砸起來 對 然後後來她就這樣弄給我看 她說你看我鬼秃 鬼踢頭 鬼踢頭 然後她說她很擔心 因為她怕頭髮沒得 因為遮這邊 這邊會跑出來 因為可能會有兩個 三個 然後就頭髮越來越少 然後一直把它扎起來 我覺得其實還滿心疼 對 因為這個 對啊 我現在就是常常 壓力很大一段時間 或者是很晚睡 或者晚上睡不好 然後我大概三個月 半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之後我就會發覺 我頭髮有一塊掉頭髮 那個長出來超慢 那個都要一年以後 你才會整個長滿 而且長出來之後 幾乎那一圈都是白頭髮 而且那個凸是真的 就是很像 就是真的像皮膚那一種 它是光滑的 對很滑的那一種 對 想遮掩 對 其實我就是一個 好順心很強的媽媽 我真的聽不了人家的風涼話 有一次我就是回我娘家的時候 我就想說好累 我就攤在椅子上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想說是自己家嘛 我隨口說一句 結果我媽聽到的時候 她就說 當下聽到我真的是秒爆炸 我就覺得 我就每天這麼努力 在照顧小孩 都是我自己顧的 然後每天也那麼努力 在煮飯就怕小孩吃不健康 對 我自己也盡量盡心盡力的做 妳為什麼要說風涼話 就很受不了 我就直接反吼回去 我就用吼的 我說我在家裡 就已經不得清靜了 我想要來這邊 好好的休息一下 喘口氣不行嗎 那這樣我以後都不要回來 我就直接這樣跟我媽說 我媽更狠 她也是惱羞成怒說 我也沒求妳要回來 妳回來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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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就會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冷戰一個月 我們就是不聯絡也不見面 跟自己媽媽冷戰一個月 對 媽媽 其實我還滿常在冷戰 妳太傷心了吧 對 問題是 那時候我真的是 每晚就是壓力很大 我就是那種壓力線壓 壓力壓斷女子線 每晚都不能睡好 因為我就一直想 我要成為更厲害的媽媽 我不要讓別人看別人 就是被人家這樣子虧說 妳生那麼多 妳活該怎麼辦 因為就是妳自己媽媽這樣講 誰說都生五個 就是沒有誰 生不出來 那有時候真的會人家說 妳這麼累 那妳幹嘛要生那麼多 一開始疊渣就好啦 像那浩如姐剛剛跟我說 妳幹嘛要生不多 對啊 因為浩如姐是在妳想要生 第六個的時候 對 覺得是不是要勸對一家這樣子 喂媽咧 其實我從我知道 我懷孕那一刻開始呢 我就告訴我自己 一定要當一個A家媽媽 當一個女強人 就是任何事情 我就覺得我任何事情 我都一定要親力親為做到好 而且我小孩我一定要自己帶 我沒有想到我選擇了 當全職媽媽這一個工作的時候 會讓我多崩潰 因為她犧牲了我好多的時間 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家庭 在小孩 而且我必須還要放棄 我原本的夢想 我其實平常我的個性 我不會去跟朋友或家人聊 自己很內心的話 然後一直到了就是 跟朋友聚餐的時候 我朋友就說 哇 我覺得 常常看到妳在臉書PO 自己跟老公出去玩 還是就是家庭的生活照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好幸福喔 當妳聽到 好幸福這個字的時候 我整個是 多年來累積的情緒 我整個大爆破 我直接在餐廳上大哭 真的嗎 我那時候覺得 我自己有自己壓力嗎 我覺得我自己壓力很大 只是妳們都不知道而已 我知道妳的眼眶都紅了 有感覺 對 就是覺得自己很委屈 可是我覺得其實很多媽媽 在這種帶孩子的過程當中 很像維媽一樣 有這種好勝心 其實 到底對身體的 心理的影響 會不會 怎麼樣是停損點 怎麼樣才知道說 我好像真的應該放鬆一點 我老婆也有一點點這樣的問題 那有一次呢 她說她要加班嘛 可能要九點多才回來 我說好 沒關係 三個小孩我搞定 然後呢 我說你們趕快吃飯喔 如果七點以前 六點開始吃嘛 我說七點以前可以吃完 爸爸就帶你們去游泳 然後游完泳之後呢 回來練琴練半個小時 然後再睡覺 結果呢 我太太回來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睡著了 我都已經搞定了 就照我講的那樣 結果太太就說 那你們今天做什麼 我就告訴她 吃飯啊 游泳啊 練琴啊 洗澡 睡覺 他說 你為什麼這樣做呢 你應該是說 先讓他們練琴 練完琴之後呢 再去游泳池游泳 然後就在游泳池洗澡 然後回來再睡覺 都去流程啦 我說哈囉 有差嗎 全部的事情我都做啦 只是那個順序不一樣啊 但是我老婆有沒有錯 她講的沒有錯 她是完美的狀態 應該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處理小孩時候 沒有辦法都一直照小孩 這種完美的標準去做 那一家媽媽有什麼樣 擔心的健康問題 其實我剛才提到說 當你每天處在那麼多的 壓力的情況下 你有可能到你晚上 要睡覺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靜下來 好好去睡覺 我們常說其實很多 很多人會來找醫生 其實他基本上 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所謂 可是失眠之前 沒有人無緣無故會失眠 失眠這個問題 當你已經產生之後 就表示你平時累積的那個 負面能量 已經開始醞釀了 搞不好那個 開始之後 你就 所以說基本上說 一個失眠的狀況 如果已經產生了 表示你這個媽媽 你的壓力鍋 已經在那個邊緣 準備要 他的爆發 真的 因為像我的話 我是那種自認我很粗心 可是我很容易緊張的媽媽 但是我又很想 維持我完美的形象 所以呢 我以前都是 照書養孩子 對啊 像現在醫生啊 什麼都很多書對不對 很多節目 所以我都很很 就是去看去研究這樣 那我都發現說 書上講什麼 我就照帶孩子 所以我都跟人家講說 我孩子超好帶的 怎麼知道呢 當我孩子第一次發燒的時候 我慌了 我趕快去翻書 想說書上會不會告訴我 該怎麼辦 突然間我才想到說 醫生好像曾經有講過說 當小孩發燒到 38.5度的時候 先給他吃一點退燒藥 所以我就趕快給小孩 吃一點藥水 很快 他就溫度就有降下來 那我就比較安心啦 結果呢 接著他又開始有發燒的現象的時候 我想說 就像剛剛之前那樣子 再給他是退燒藥 很簡單嘛 吃完之後 他不哭 很安靜地睡著了 怎麼知道 他睡到半夜的時候 快狂呼 哭得非常大聲 我會想他應該就是 沒有睡好 情緒 要脾氣這樣 所以再給他吃一點退燒藥 然後他又安靜地睡了 結果早上的時候 我帶他去醫院給醫生看 醫生說感冒嘛 鼻塞嘛 然後要檢查耳朵的時候 檢查這個耳朵OK 要檢查另外一個耳朵的時候 小朋友就這樣 頭這樣甩掉 他不想給醫生看的感覺 然後就沒有看到那個耳朵 然後回家之後 回家之後呢 反正就是反反覆覆地這樣發燒 就為了退燒藥OK 然後一直到第四天的時候 我們再到醫院去 醫生就說 怎麼會變那麼嚴重 對 我想說這個書上應該 有感冒嗎 對啊 書上不是說小感冒 或是怎麼樣 醫生也說吃一點藥 可以這樣下來 結果後來到醫院裡面 那個病床的時候 才發現說 他沒有檢查到的那個耳朵 已經流出黃黃的汁 原來是中二言 對 小孩子他不想看 所以就這樣沒有給他看到 對 然後當下想他說 我怎麼這麼粗心 我真的是一個很神經大條的媽媽 小孩哭這麼大聲 這麼用力 他其實就是很痛 他不會講話 他沒有辦法告訴我 然後那時候我就好自責 好難過 然後看到小朋友躺在冰床上的時候 而且一歲多 不到一歲 那點滴這樣一滴一滴滴下來 我的心就這樣跳一下 跳一下 然後看他這麼想好的身體 躺在那個大床上面 我真的超難過 我整個就是睡不著覺 然後早上也吃不下飯 結果老公看我這樣真的不是辦法 他說你回去休息好不好 我要照顧小孩 我說不要 我一定要在這邊看我小孩 他怎麼可以這樣 我怎麼這麼清楚 我好自責好難過 然後結果等到我出院的時候 你知道嗎 然後我也是狂掉頭髮 然後黑眼圈整個掉下來 我就像個骷髏 這個那個咕嚕有沒有 就完全就像是那個魔戒裡面的咕嚕 暴瘦 你自己也很受五公斤 真的 不過這個 三天受五公斤 對 你的壓力 如果換成我老婆 他是一生的老婆 是 餵母奶 餵餵 你老公都說要餵母奶 加油 沒有 繼續努力 我的天啊 你好大喔 好死人喔 我除了暴怒之外 其實我是 我也是會有那個 另外一種情緒的療程 玻璃心嗎 玻璃心 因為之前我就是有 好像我也在這邊講過說 我兒子的指甲有問題 我知道 因為你說他之前常病 是常病毒 某一型 是不是71型還是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對有某一型 它會影響指甲 指甲掉下來 對 會脫落 對 然後後來呢 但是其實他 就是常病毒痊癒 它是後遺症 但其實你大概看到 他心長出來的指甲 應該是正常的 但問題是他心長出來的指甲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怎麼會這麼奇怪 脫了這麼久 怎麼還沒有好 然後我要去掛 台大皮膚的免疫科 然後進去了 然後醫生看了半天 然後醫生就 看說指甲的問題很多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 確切的原因 那我就只能 那切片 那切片要怎麼切 要剪一塊指甲之外 我要挖一塊他的肉 不敢切十大扣心吧 這個耶 對 然後那台大的醫生說 可是我並不覺得 你的小孩 可以承受這樣子的痛苦 他說而且現在看起來 好像也沒有必要 我說可是肋骨唇也差了 驗血也驗了 我說那就沒有辦法 然後那台大醫生就說 那我問一個問題問你小孩 他就問我的兒子 就看著他 他就說你會咬指甲嗎 然後我兒子就看著他說 不會啊 然後那個台大醫生就跟我講說 其實指甲的問題 可簡單可複雜 有時候就是因為他咬指甲 造成了指甲的凹凸不平 或是好不了 也許他也 然後我就說是喔 我說我沒看過他在咬指甲 應該沒有吧 然後那醫生就說 好 那就先這樣 你就先回家 我開給你一個 輕一點的類固醇 輕一點的這樣子 好 那就是也就是 就台大醫生也無解 我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了 你知道嗎 就每天心都很揪這樣 不曉得我兒子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然後後來有一次 就在我跟他講床邊故事 要睡覺的時候 講完關燈了 關燈是不是兩個人 就要躺下來睡覺了 然後我突然想到說 我有一個東西沒拿 我想要起來拿 然後我一開燈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兒子躺在床上這樣 然後一看到燈亮了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就又來我說 調出來 你在幹什麼 他說 沒有啊 我就是有時候會咬一下 然後我說 所以你有咬指甲嗎 他說 沒有啊 我沒有很長啊 我說那所以你有咬啊 他就說 他說有時候 我說什麼時候咬 什麼時候會咬指甲 他就說 因為有時候在學校的時候也會 但是咬一下下 就是我只咬這兩隻而已 但是我其他還是爛掉的 我只咬這兩隻啊 他自己知道也是有問題 對 那我就說 那為什麼 那個很厲害的醫生問你 你有沒有咬指甲的時候 你要說謊呢 這樣 然後他就 不敢講話 我說你在醫生面前說謊 難怪你的指甲永遠好不了 難怪我就找不出原因 我說 你哭了 對 哭了 我反而不是很生氣 像皮卡丘這樣子罵他 接下來他就不敢咬指甲 他完全不敢咬 然後每天他在跟我報告說 媽媽 我今天突然想咬 但是 我就拿下來了 我沒有咬 然後他的指甲 竟然就 好棒 你說是不是很糾結 不過其實真的 像這種譬如說 自責的媽媽 或者是要求很高的媽媽 真的 我們這麼用心 可是真的很難完全 就是很完美 那有時候狀況 如果不如預期的話 這時候媽媽應該要 有什麼樣的心態 就是我覺得最好不要孤軍奮戰 就是說看能不能拉老公一起 例如說有這種醫療決定 要決定的時候 可不可以跟老公商量一下 老公上班 可以說你可不可以接個電話 我跟你商量一下 或者是如果小孩子的問題 真的比較難解 其實台灣的很多的這種 互助團體蠻多的 例如說有一些協會 病友協會 其實你可以去加入他們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 經驗的分享 跟情緒的支持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倒是有一個比較 真實的鼓勵 就是很多媽媽其實 因為現在大家都生得少 而且生得晚 所以在那之前 你的人生常常都已經被洗腦 就是我就是做事情要有SOP 我要有規劃 我只要努力就會有收穫 我只要認真讀書 我就有獎狀 其實我們人生當中 都是不斷這樣被教育 可是當媽媽的時候 我真的要跟所有的那些 新手媽媽說你要拋棄這些想法 因為小孩是沒有SOP的 對 你不會中A就得B 你不會說因為努力就有成果 因為小孩要是一個 不可預期的一個 養育的過程 那當然你沒有這個期待的時候 壓力就會比較少 可是如果說沒有這些SOP 很多媽媽丟給 那自信心就不知道哪裡來 因為從小我們自信心是被稱讚 然後被給獎狀 然後給你獎學金升官 然後加薪 那現在當媽媽之後 我的成就感不知道從哪裡來 所以要學會稱讚自己 稱讚自己很困難 稱讚自己不是說我很棒 我A加一百分不是 而是稱讚你自己的一個特質 比如說即便結果不如預期 但是它背後反映了 我是一個很有愛心的媽媽 我是一個很有愛心的媽媽 我其實是一個很努力的 光努力就夠了 你看我們稱讚小孩其實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如果每次都是以結果 來稱讚自己 給自己貼好A加標籤的話 那很挫折耶 因為永遠都會有 不如預期的結果 那難道我們就不是一個好媽媽嗎 這樣子是不是 過得就太辛苦 欣宜今天都沒有講 其實我比較怕 真的喔 都不講了對不對 我沒有說你是這樣 但是我會發現 有些媽媽就是 她會教 像剛剛就是自我要求很高 然後做不到她的沮喪 然後會發脾氣 會暴怒 會殘害老公 這些都會暴怒 這些其實基本上都還有求救的行為 對 可是有些媽媽像欣宜這種 個性大的話 她壓力來的時候 她怎麼樣 3C給你 就是3C就會出去 因為她不是這種會求救的 她決定用自己的方法 她就粉刺太平衡 我不是說你 我的意思是說這種 樂觀的個性 反而有的時候她就是 我的壓力解決方法就是 我自己來解決 對不對 我要講一個故事 就我之前真的遇到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我的小孩 被欺負 沒有了 沒有了 那事情一發生 就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出去 然後她的小朋友 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小寶就才2歲 然後比較小 然後那時候出去的時候 那個哥哥呢 我沒想到這個故事會逼出 好 你逼到紅了 你好紅 對 對 那故事就是這樣的 那個小男生 他拿出了一個很帥的車車 然後結果呢 其實 然後結果呢 小寶就看到那個很帥的車車 然後就說 媽媽太想玩 然後他就過去跟哥哥說 我跟妳交換好不好 結果沒想到那個哥哥當下 居然突然進去看著 他那台車車說 妳是什麼爛車車啊 他就說 這麼小這麼遜 我才不喜歡呢 這就算了 然後你知道那個 小寶就過來跟我講說 那如果不玩車車呢 太小了 好緊喔 沒關係喔 小就算 然後我就說 那沒關係我們不要跟哥哥玩 那個車車 然後後來呢 想不到那個哥哥居然還就是 因為那個哥哥的媽媽 就當然就要教育他說 沒關係妳就給人家玩嘛 這樣 我就說真的不用這樣 結果他就說 我就不想要跟他玩嘛 結果他就把他的那個小車車就 一把丟到地上 然後結果呢 小寶那時候就看著那台車車說 然後他就說 我的寶寶 小寶就很抱負 然後那時候老公說 老公說妳到底怎麼了 我就說 因為我今天看到這個景象 我就說 我覺得小寶是不是不適合 就是去上學啊 反正我就開始想很多 我想說他會不會去學校 就會被欺負 因為我覺得學校 可能就會遇到 各式各樣的小朋友 即使我們把他教育的說 我們要交換啊 我們要什麼 可是別人的小孩不一定是這樣 然後就想到 我就覺得我好 就是你知道 好憂鬱喔 然後好焦慮 然後都沒辦法吃東西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反正就想很多這樣子 對 其實我發現真的 每個媽媽都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小朋友 在跟人家的社交的狀況 都會有一些受傷 或者是一些 那個衝擊到的地方 然後 當然我們小孩有說 也可能別人在忍說 不要罵我們的小孩 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怎麼樣心平氣和 然後他那個狀況要怎麼處理 這個太難了 我覺得其實滿難 回家還在跟我老公說 不是我這車蠻嚴重的 不是 重點絕對不是說 車的大或小 重點是在於說 爸爸媽媽有沒有準備好 在那情況之下 放手 讓孩子自己去 面對這個問題 學習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如果爸爸媽媽當下 真的 狗水裡吐不出象牙的話 我覺得就問小孩說 那小寶 那哥哥剛才這樣子對你啊 對你的玻璃啊 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小寶可能就說 我很難過啊 他怎麼可以丟我的車車 那這時候 欣怡可以問 爸爸媽媽可以問說 那如果下次 爸爸媽媽不在你旁邊 你會怎麼處理 你會怎麼 那小孩一定說 那我就不要跟他玩就好啦 我就去別的地方玩就好啦 真的耶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我自己在難過 對 小寶就坐在那邊說 哥哥生氣了 沒關係不要玩了 對 然後他就說 哥哥生氣那沒關係 然後他就把那個大車車 還到他面前說 小寶不晚了這樣 然後我當下 可是因為他很 更心疼 對 然後他就更哭 你知道 我就覺得說 天啊 對 不過我很同意 邱老師剛剛講 就是爸爸媽媽的情緒 的確是會感染小孩 是 然後你會發現其實小 有研究就是說 六五月的小寶寶 就可以感受到爸媽的情緒 就是爸媽如果吵架 然後他心跳學來就會升高 甚至我其實看到六五月之前 小孩的睡眠 就會跟爸媽的情緒有關 因為爸媽就 他怕他睡不好啊 或他怕他吃不好啊 然後就非常非常緊張 然後那小孩其實 就真的被你講中 他就真的是不好 也是不好 因為你的情緒 會讓他整個就是很焦躁 他就變很黏人 整個要抱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兩個當然 可能有一些因果關係 又可能跟基因有關 但我們不提 我們只是知道說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 譬如說 欣怡就覺得說 其實我也 我是一個 本來就是愛好和平的人 對 那我覺得這樣的 對我來講 我是一個很好的生肖啊 我不隨便跟他起衝突 先肯定自己 情緒平靜下來 孩子會感受 那反過來好 我覺得我是一個 很有正義感的媽媽 所以孩子也感受到 媽媽的情緒是穩定 正義感跟愛好和平 其實是可以 都是好的個性 那對你 在跟孩子相處的時候 你就不會 你知道有些人在孩子面前 會義憤填膺有沒有 有 不行 你下次給我打回去 對 然後講到你會想說 這樣講到我卻不對 他真的打回去 我還是道歉 其實那個情緒 其實也是在抒發 可是偏偏孩子 他其實搞不好根本聽不懂 然後就一直接受你的情緒 他晚上更不安 可是像你這種抱抱 你最後常常會怎麼解決 遇到這種抱抱 就是我有時候呢 為了自己的情緒要就是 穩定一點 然後後來呢我就 就是看到了一個研究 那是國外的非常知名的 醫學大學的研究 叫做 他說呢為什麼吹泡泡紓壓呢 因為你在吹泡泡的時候 不是會 其實就是讓呼吸 藉由呼吸 然後讓你的情緒穩定 但你小孩在那裡 你被欺負你在那裡吹泡泡 你過去有回憶 所以重點是呢 問題來了 當你每次想要沉澱心靈 你在那邊吹泡泡的時候 你的小孩就在那邊說 泡泡 現在我後來 然後就在那邊玩 然後就來 你知道那個吵 那種氣氛又來 然後這招就是你知道無效 所以呢後來我又看到了一招 叫做白噪音的紓壓法 白噪音 就是你知道很多寶寶不是 都會聽一些白噪音的聲音 然後就是那種無意義的聲音 然後就是那種無意義的聲音 電視的那種聲音 對 然後我就後來發現 白噪音這招還不錯 所以我就會上網下載一些 像是什麼 電風扇轉的聲音 吹風機 或是吹風機的聲音 電流的聲音 然後我每次只要 就是心情很差的時候 我就會放那個音樂 放那個聲音 然後但是我老公 每次都會在旁邊翻白眼說 這個聲音真的很吵 就是個噪音 不是白噪音 對 所以這個必須要真的是一個人戴的時候 才有辦法使用 如果就是老公小孩在的話 就是可能會有點困難 有效嗎 吹泡泡白噪音 感覺它有頻有距 其實基本上吹泡泡它的原理是在 它利用一個叫有點類似 然後每個媽媽生小孩之前 都會去學一個 辣梅姿 辣梅姿告訴你 你要用複式呼吸 然後肚子用力 其實當你進入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身體是進入一個 複膠感神經 就會讓你情緒比較穩定 所以只說 吹泡泡的其實我們都叫病人 用肚子呼吸 吸氣之後 用肚子的嘴巴 吹 那你要去這樣吹當中 你的情緒真的是會穩定 如果你有去練瑜伽的話 教練叫你第一堂課 宣學複式呼吸 就可以讓你的壓力做沉澱 我覺得其實最輸壓的就是 找個時間 就是出國放鬆一下 像我第一胎生完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年左右的時間 我都覺得情緒不是很好 可能就是產後憂鬱症 一直有這樣子 時有時無這樣 所以我生第二胎的時候 我很聰明 生完我就叫我老公 付全部的旅費 我們就去日本玩 我們就去合掌村 然後我就把小嬰兒 你跟老公一起去嗎 還有老大 可是小嬰兒我就丟在台灣 對 然後那時候呢 我們去國外 就是除了心靈放鬆之外 當然物質也要有一些 然後收穫 對 然後像我去美國 我就看美國兒童座椅超好的 所以我回來會找 美國的兒童座椅來買 然後在日本我那次去 我就發現一個很好的東西 是在台灣的第二航廈 要出國前的日韓航線 第二航廈的貴賓室裡面 它竟然有擺著一張很大 看起來非常舒服的按摩 那個都很舒服 然後那時候 剛生完第二胎 我就想說天啊 坐飛機之前 我先 對 先來殺人家 對 然後哪一杯啤酒 哪一杯紅酒 然後我小孩就在旁邊 吃個甜點 喝果汁嘛 然後我就坐上去 太舒服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回台灣我一定要找找看 結果呢我回台灣找到之後 我就立馬二華不說 對 然後我只要想 就是我只要覺得 那眼壓開始有點高了 我腦已經有點快要沖血 或是已經忙好久 忙好久的時候 你就是會覺得肩頸很近 有沒有 然後有時候一個氣 就是憋在心裡面的時候 我就會找個三十分鐘到一小時 其實最建議是九十分鐘 我就會坐在那張椅子上面 給自己一個時間 然後好好的閉著眼睛 去享受一下放鬆的時刻 而且我這張椅子今天有帶來 跟你們說 你也有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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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需要 對 我覺得它快爆炸了 我要跟他講說 我喊你才大的按摩椅 對 你有帶來 你也太感人了吧 對 可以給大家體驗 來看看 這個好舒服喔 來囉 整個火星要旅遊了 好強喔 很快 剛剛給人許塔克 馬上要秀書 你還沒有按 看起來就很舒服 對啊 而且感覺坐上去就很怕 舒服 但是我跟大家說 因為按摩椅 其實大家都知道功能 它就是幫你按 然後錘壓 其實我覺得我會選這一台 它其實最重要的功能 它是有一個非常短 三十分鐘的 五歲模式 五歲模式對媽媽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 睡眠其實指比量重要 對 就是你睡得深 比你睡十個小時 十五個小時來得重要多了 淺眠其實你根本就沒有睡得好 淺眠就是情緒容易焦躁 所以其實呢 它這個五歲的功能 它讓你 三十分鐘就可以 完全地深睡 而且它是 這三十分鐘以內呢 它利用了這個 有光波 它在上面有光波 然後跟它會發出 它會發出一種聲音 然後會影響你的腦波 會讓你聽到 然後感受到那個光線 你是閉著眼睛 然後感受到那個光波 然後你會進入睡眠 而且是非常深沉 而且然後再加上 從腳板到小腿 然後到腰臀 大腿 全部一起按摩 就是整個非常放鬆 我現在要開始進行我的 五歲之旅 然後會開始有聲音 然後你的手就放在這邊 我聽到聲音了 好酷喔 然後小腿 腳底板 已經開始在按摩囉 對耶 而且它是躺著 這真的很好睡耶 直接躺平 直接躺平 而且我覺得它真的有一種 被子宮包覆的感覺 有 我覺得子宮包起來 好舒服喔 而且它很厲害的就是 它其實 因為你五歲三十分鐘 然後它到中間的時候 它的按摩會停止 然後讓你進入熟睡階段 然後接下來前五分鐘 它又會開始按摩 然後慢慢把你叫醒 我可以請一個夜博士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夜博士 對 歡迎夜博士 你好年輕喔 夜博兩博士 你是科技睡眠博士 所以對睡眠方面很了解就對了 對… 有沒有人要來體驗一下 好不好很需要 可以幫你們操作一下 壓力成大啊 你可以嗎 來 我現在按啟動 坐在這裡面就覺得非常舒適 它已經沒開始了 它不是單純啟動 它其實是在掃描心怡的骨骼 跟我骨骼的骨骼 那麼強 好厲害 對 因為每個人坐上來 每個人的身高 體重 你骨頭的位置都不一樣 是 那它怎麼知道我按摩 我要按你哪裡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是先把心怡的這個 全身都掃一遍之後 知道每個定位 它才會開始 好 心怡 現在要你進入五歲模式 好 那所以這個要 等它躺平 對 午安 葉博士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像這個東西 它要怎麼使用 它的功能是什麼 在使用上 建議就是要 比較貼近你的眼睛 那邊然後 對 要再壓低一點 對 然後要閉著眼睛 閉著眼睛 好舒服喔 來了 整個就是躺得下 好厲害 光這個動作我都覺得很厲害 對 因為通通午覺我們都是趴著 所以我隨便躲一下 可以這樣子真的三十分鐘 那個生成睡眠 就真的幫助很大 對 這張椅子在住眠的方式 是利用 聲光刺激 對 然後 就是人 我們人在閉幕休息的時候 腦波是呈現叫阿發波 對 然後我們到進入淺睡的時候 叫做西塔波 西塔波 然後到深睡的時候 是Delta波 然後這個頻率大概從12Hz 開始慢慢變化到10Hz 對 然後我們的 我們這個裝置是藉由 聲跟光 產生的頻率 讓你的大腦跟那個 聲光的頻率同步化 然後慢慢地引導你從 閉幕養神到潛睡 以及要進入深層的睡眠 那像這些光呢 因為其實像我媽媽 是很未光的 那這光會不會反而影響到 她的睡眠 不會 就是一般我們在研究上 會有指數就是 比較偏紅色調的是 會讓你喚醒或是抗分 對 然後比較偏藍色調的是 會讓你有冷靜的感覺 對 所以這個光會 它開始從 閉幕養神的時候 會開始有比較偏紅色 橘紅色系的 然後慢慢地它會 開始轉變到藍綠色系 對 讓你進入深層睡眠 對 而且除外它那個光波 它還會依據你老波的變化 真的喔 對 就是一開始會從10Hz左右 慢慢地頻率會降低 降低到4Hz左右 然後就是讓你腦波同步化 然後引導你進入深層的睡眠 所以它其實有助眠的功效 對 因為它連這個按摩 它都會漸漸漸漸漸 在第15分鐘的時候停止 力道會越來越弱 然後在你快要醒來的前5分鐘 它又開始在你 開始按摩 再把你喚醒這樣子 所以它每一個set 是固定的時間 還是說我可以設更久 這個就是它特有的這個 午睡模式 30分鐘 午睡模式就是30分鐘 它也不要讓媽媽真的 因為這個變得很呆怒 就30分鐘 好 因為像我這種 那是只要90分鐘 在5歲模式的那一種 90分鐘的普通的按摩 按摩椅的模式 那這個午睡模式 它就是整個躺平 讓你給你這個30分鐘 是空間 可是剛剛關於這個 譬如說你盒子那個東西 它們是用什麼方法 可以達到那些 我們是什麼 Beta波的性 像聲音的方面是 我們人的耳朵 其實聽不到 10Hz左右這種聲音 所以這個聲音方面有利用的 比較雙耳平擦的技術 它很高聲嗎 很高 就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 希望我們的腦脖是10Hz 所以我們可能一邊的 聲音的頻率它是200Hz 然後一邊是200Hz 然後一邊是200Hz 然後這個 這兩邊給予不同頻率的聲音 差了10Hz 對 它會在連結大腦邊緻體中間 它會去產生 讓大腦產生10Hz的頻率 對 然後當我們要 進入生存睡眠的時候 我們腦波是4Hz 所以它那個音頻的差 會慢慢地改變 然後引導你的腦波進入到生存睡眠 哇塞 這個也太專業了吧 對啊 就是雙耳平擦的技術就對了 對 哇塞 所以憲憲你現在感覺怎麼辦 因為它是 就是像這樣躺著的模式 對 然後它眼睛剛好就是 給你有一個遮蔽 然後呢 你就不會想要打開你的眼睛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按摩椅 有時候還是眼睛會想要 亂瞄有沒有 沒有辦法真的打到睡眠 然後而且它每個地方都按到了 而且它就是有垂 有揉 然後有砰砰砰砰砰 這樣就是不同的按摩方式 所以我覺得它 就是它放在我家 我覺得它不但是按摩椅 按摩的功用 我覺得它其實對我來講 它有助眠 它其實算是我 可以讓我 其實我睡覺前 快要睡覺我也會先上來 先躺個30分鐘 全身放鬆一下 然後有人幫你按摩的感覺 然後你真正睡下去的時候 就是覺得很安慰 睡著這樣 那我覺得那個 現在如果大家母親節 不知道要送什麼的話 我覺得這是給媽媽一個 非常好的禮物 很棒 很棒 兒子送給媽媽媽 是不是 可憐 妳老公都可以的 妳老公這一台OK 好 怎麼先結帆囉 不是 我大他們 我寶寶跟妳老公說一下 你老公 媽 我寶寶寶 妳是小孩 有名的 我們想說 齁 我以前訪問過一個小朋友 他上台講話講頭的時候 我跟他說 你不會覺得有壓力 他說心靈姐 那我覺得怎麼讓這些壓力 變成助力才是最重要 不然要不然要變成阻力 所以今天這些呢 也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媽媽好的粉絲 我們過分的 拜拜 其實有時候帶小朋友出去 都遇到很多人很熱情 有時候就會想說 好可愛喔 碰碰你會幹嘛的 可是現在比較OK 譬如說他們可能會 先問爸爸媽媽 或者是也就是要說 那就是保持一點距離 那如果真的有別人 想要任意摸我的小孩 我應該要怎麼拒絕他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如果能只是瓶水相逢的 那就趕快離開吧 那如果今天是 常常會碰到的親戚朋友 那麼可能可以 稍微微晚一點說 譬如說我的小孩子 他的臉過敏 上一次就是有一些過敏的人 會讓他互發 所以可能還是小心一點這樣子 那這個就比較委婉嘛 總不能說你手上有細菌對不對 這感覺就不太對 那如果帶個什麼白硬質 或病毒風或酒精水 我覺得如果對方 已經這麼有誠意了這樣子做 然後我覺得其實重要是要問 就是我可以嗎 所以我想自己當別人 當別人帶著他小孩來的時候 你自己也是扪心自問 第一個我是不是有洗手 第二個是我是不是有問 這個媽媽或爸爸說 我可以抱他嗎 我可以摸摸他嗎 然後這一類的一些 禮貌上的一個事先打招呼這樣子 那第三個呢 也是說面對如果是陌生的小孩 我會建議還是就算了吧 不要這麼的熱情 因為其實別的孩子 他可能有什麼樣的一個體質 我們不曉得 搞不好我們今天 為了要表達我們善意 卻造成他爸爸媽媽的困擾 我覺得這幾點 是應該我們可以先做好的 來 接